2003年 机动部队系列的首部作品在香港上映 现如今我们在各大平台上看到的几乎都是删减版 但当时电影在香港上映的时候 播放的却都是完整版 据说当时很多观众在看过之后 心里都有个同样的一版 就是导演杜齐空的人脉是得有多广 连这种电影都能够上的 整部影片从始至终都在交代这种规则 这种规则并不被公开承认 而是人与人在社会中自然形成的潜规则 如果你是个感性的人 心中一直追求证明 那你可以直接滑走 因为他可能会回来 但如果你是为理性的人 敢一向生活低头 那你就必须要看下去 他会教导你如何生存 影片中多次强烈体现出 横行霸道这个概念 从马伟哥进入火锅店开始 店老板便开始好严功为他 来 你先喝点啤酒 马上来给你点菜啊 结果当起人按照制定引物做的后 这个拿烟的动作并没有发给手下 表明的就是一种权利 随后因为房屋漏水 于是马伟哥便起身走向另一张桌子 也就是红一男 因为在此刻红一男是弱者必然受到排挤 结果店老板也非常明白事 立刻上前让红一男离开 在这里杜契峰导演同样运用 那就是在商场枪战的站位技巧 所以说好的仪式作品具备共同性 同时店老板也跟下的要命 又送上一盘牛肉表示歉意 如果你开过店或者再到手混合 就应该明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可这时又再次出现对立面 带着更大权利的霸感角色 那就是反黑读查肥沙 但这里杜契峰再次利用戏剂 深度刻画说明霸道这个概念 老板您看啊 走开 爱你是哪位啊 你是哪位啊 牛指的孙子阿威 哦 孙子 结果还好有另一个马仔出镜 打杀女官 人性啊小物不懂事 停好了 马上坐 五十个伏笔底事 不好意思啊 可等肥沙药武阳威走进火肤的店后 他却又故意出来看了你 快点快点 说明此人心胸狭隘又小肚鸡肠 肥沙进来后 小二安排了他跟长毛做一桌 但他并没有接受小二的安排 反而是坐到了马尾小弟的身旁 小二见势头不妙 立马又给长毛挪了个位置 而马尾也相当实相 又做回了刚才滴水的空桌 随后老板切给马尾的牛肉 也被肥沙给夺了下来 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 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就表现得清清楚楚 不久之后 三拨人钟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 第一个接电话的是马尾 然后他就安排几个小弟出去了 但小弟走后房顶还是在漏水 所以他便主动坐到了跟长毛被对背的位置 然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接电话的是肥沙 挂上电话后 肥沙便起身走出了火锅店 可才刚走出门 就看到马尾的小弟正在划自己的车 随后小弟转身就跑 肥沙也从后面追了上去 而火锅店内也再次响起了电话铃声 这次接电话的是长毛 挂上电话后 他起身来到了马尾身后 从背包中掏出了一把长刀 直接刺进了马尾的胸口 随后马尾强忍唐痛 抢了辆出租车就奔向医院 但因为失血过多意识模糊 最终还是死在了半路上 而肥沙这边也追着小弟来到了后下 但才当走下楼梯就踩在了香蕉皮上 当场摔晕了过去 不久之后 机动部队在华哥的带领下赶到了现场 此刻的肥沙已经被人打成了猪头 却硬说自己是摔伤的 而华哥看他没什么大碍也没人报警 就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 可就在肥沙准备离开时 华哥又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警察丢枪 这个责任没人能干得起 佩依当即就要上到赌部 但华哥却再次将他拦了下来 他向佩依承诺 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帮他找回来 毕竟穿上这身警服就是自己人 可他似乎忘记了身为警察的职责 看到华哥如此的斩钉截铁 佩依也只能作罢 华叔带人来到游戏厅 找到了马尾表兄弟阿满 知道后面的画面违反规定 警员便以检查为由 拔掉了游戏厅的监控 老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叫他们先 你头科坏了 叫他们 郭叔就你敢咬我 阿满没有阻止手下的行为 他要试探一下警方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华叔并没有多说什么 拿起烟盒检查了一下 等他再放回去时 一包面粉赫然已经出现在烟盒中 知道这次麻烦的情状 阿满同意了华叔的要求 就在小弟准备离开时 华叔再次出声 叫住了出言不逊的小弟 欲要拿起开刀 毕竟枪打出头鸟 看到小弟脖子上有纹身 华叔便让他抹掉 不抹便巴掌伺候 什么事 为了防止阿满耍花样 华叔再度来到小弟面前 一句话不说 框框就是巴掌伺候 看着小弟惨遭蹂躏 虽不知马尾犯了什么事 阿满也只能言听计从 希望早点解决掉这件事情 只是此刻他们都没有想过 马尾已经遇害 而打过去了电话 正躺在一片血泊之中 与此同时 听到手机一直在响 雷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于是趁着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 悄悄顺走了马尾的手机 但没想到接通之后 却发现打电话的不是马尾小弟 而是马尾老表阿满 双方都没预想到接听电话的对象 看到情况不对 华叔顺手接过电话 你是谁啊 阿满 这个是 马尾被干掉了 得知马尾被杀 华叔知道没必要再待在这里 果断带着手下离开 但肥沙这边就遇到了麻烦 由于发生的是命案 重案组就必然要介入进来 而他们在接收反黑组整理的证物时 却发现清单上的手机消失了 哎 有没有搞错啊 白头翁马上心领神会 准备从清单上划掉手机 可重案组的张帮办也不是吃素的 一心办案的他 并不打算让这种疑点糊弄过去 就在反黑组众人面露难色之时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肥沙 将丢失的证物手机送了过来 这种行为 不可能逃过张帮办的眼睛 看着肥沙逃避的目光 他知道是有蹊跷 可却没有马上揭穿 马尾被干掉了 不知道那边手下 会不会拿我的枪去报仇啊 那去找什么 原来 就在刚才 一筹莫展的肥沙 接到长官的电话 叫他赶往马尾车祸的现场 这才得知 马尾已经领了盒饭 丢失配枪的肥沙 他被人发现 便到玩具店 买了一把玩具枪 为了做到以假乱针 他拒断了枪管 还把手柄喷成黑色 然后自然地塞回枪套内 肥沙迅速赶到马尾的车祸现场 询问后 得知马尾没有中枪而亡 肥沙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一直在想的手机 引起了肥沙的注意 他认为很可能是 马尾小弟打来的 为了找寻线索 铤而走险地拿走了手机 便有了和展哥通话的那一幕 这时来交接工作的重案组 发现了清单上的手机不翼而飞 慌忙的肥沙 赶忙把手机送了过来 他紧张的表情 成功地引起了 重案组张督查的怀疑 另一边展哥 为了帮肥沙巡回陪枪 找到了在街头混击的 小混混打听消息 小混混见到警察 竟挽起了蛇行走位 一路追赶后 被展哥追到角落 被蹲守的警察 一棍子放倒 这时一名警员 已经脱掉了自己的皮鞋 为了等会儿 在小混混身上 不留下任何外伤的痕迹 在一阵踢踹下 小混混逐渐失去了意识 展哥赶忙喝止了对 并马上做出了应急反应 正巧这一幕 被放风的年轻警员看到 还好 小混混只是因为患有哮喘 呼吸困难晕绝 要不所有人都要完蛋 兄弟们意识到事情 已经发展到 无法控制的地步 平时对展哥幸福的几人 在这一刻犹豫了 于是告诉展哥 不想因为肥沙的事情 害得大家都得倒霉 结果展哥却说 如果天降起来帮不了他 算他运气快 展哥明白兄弟们的顾虑 并没有勉强 独自转身感望 几个兄弟嘴上不愿意 但还是跟随了上去 就当几人来到 马尾小弟的据点时 发现这里只有三名女性 询问下才得知小弟 已经被马尾的父亲 托子哥抓走了 此时在酒吧 寻找线索的肥沙 一出门就碰到了 何氏老祥书 祥书告诉肥沙 外面都在传 是大眼哥派人 干到了马尾 为了让大眼和兔子 不发生冲突 想让肥沙 把大眼抓回警局 避避风口 可祥书不知道这件事 已经交给中案组了 两人交谈时 站在一旁的中案组 张都查 已经静静地盯上了他们 肥沙有什么事 不知道长官 肥沙有什么事 不知道长官 面对激动部队一致的态度 张帮半夜无可奈何 临走之际他放下横话 如果肥沙出了事情 他们也难逃干系 此时的肥沙正在通知兔头 让他四点到广东道 接收大眼 看来肥沙已经在 两难之中做说选择 另一遍 中案组从卧底那里得到消息 想要找到大眼 就必须跟踪兔头 巧合的是 正在追踪汽车连环盗窃案的美琪 也和队员来到广东道的街头 准备案中埋伏多次 作案的盗窃犯 好戏即将上演 可肥沙却开始动摇 时间还未到 他打算为大眼求情 避免事态闹大不好收场 大眼说这件事跟他无关 全是他手下干的 我说我没拿你的枪 你信不信啊 我告诉你大眼 你找回自己的枪 今晚的事没人会记得 你可不要骗我 见秃头心意已决 肥沙只能作罢 带着怒火办事 总会让人失去理智 秃头的手下想要派人一起去广东道 但秃头非要成对人一起 准备单刀复毁 而另一点 原本准备绕开广东道的华叔 被新人阻止 他直接捅穿大家 心知肚明的窗户 什么叫穿上这件衣服 就去自己人 我也是穿制服的 你自己也知道不对劲 你帮他就是在害他 我们全都脱不了关系 现在过去阻止他 可能还有机会 眼看新人不受控制 华叔只好搁置 对肥沙的承诺 去广东道一探究竟 此时 广东道码头的暗点 偷渡的船只已经就位 那位行迹可疑的人 准备做最后的通报 就在他和肥沙 争抢电话亭的时候 同伙打来了电话 到了没有 到了 我们该接口 马上过来 看来如今 这些人已经做好了 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而肥沙又开始犹豫 这一次他打电话给大眼 想让他放弃来广东道 但事情已经不可阻止 大眼已经驾车来到预定的地 而正在埋伏盗窃犯的美妻 对大眼的出现感到惊讶 这种凶险的场面 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 紧接着 哭头也如鱼而止 正好撞上了准备与肥沙碰头的大眼 知道自己被骗 大眼恶狠狠地瞪着肥沙 想要将其千刀万剐 就在此时 重案组出现 张帮断驾车从肥沙身边驶过 眼神中满是胜利者的威严 而另一伙也乘车到了广东道 他们就是广播中的抢劫团伙 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但俯视这个舞台 你却很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看着华叔带着机动部队出现 抢劫团伙以为警察是笨自己来的 秃头以为肥沙出卖自己 就在大家盯着秃头和大眼的时候 抢劫犯先发制人 从背包中掏出了武器 而早就在暗处做好准备的美妻 看到带头掏枪 便立马开枪射击 就好像定好闹钟的舞台剧 所有人都开始行动 原本最威风的重案 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率先失去战斗力 出头和大眼在对射之后 都取了对方的性命 而抢劫团伙如同宿命一般 纷纷倒在机动部队的枪下 更加戏剧的是 被枪声逼得爆头手窜的肥沙 又一次回到当初摔倒的巷子 并再次重招躲在地上 等他准备爬起来的时候 却突然从垃圾堆中摸到了自己的配枪 这一神来之不仅救了肥沙盈 还圆满了结局 一场不在预料之内的枪